直到看见庆大庆小甘愿当垫脚时 才明白原来真正有眼光的是蒙兰 蒙兰虽说一直伴随着战武渣的称号 但曾经那也是大哥的存在 别的不说 看熊眼光一绝 众多熊猫一眼就看中了庆大庆小 屁垫屁垫的跑向架子 冲着还没长大的梁小枝笑嘻嘻 咱就是说 看着多少有点不太聪明 等梁小枝长大一点 蒙兰帅气一挑二 直接用武力制服 成功将庆大庆小收入麾下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梁小枝就跟去哪 看大哥想去台子上 庆小直接翻身起来 往蒙兰脚下钻 好让大哥踩着自己上 咱就是说庆小有链接嘛 在线等挺急的 庆大也十分爱黏着蒙兰 吃饭玩耍都要跟上 就差整个熊挂在蒙兰身上了 作为大哥 蒙兰也不是什么都没干 庆小和京韵为了争夺一棵树 直接扭打起来 显然庆小不是对手 京韵直接一掌把庆小甩向地上 看庆小向树上爬 猛的一扑直接将其拽了下来 还没挣扎又被推倒在地 不是被蹂躏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庆小自闭躺在架子上 结果又被惊骚给推了下去 庆小哭唧唧地找来外援 默默霸气出场 冲上去一顿输出 对着精韵又咬又打 干脆直接将其拖了下来 眼瞅大哥给自己出了气 庆小看着蒙兰狂闪星星眼 趁蒙兰趴在地上休息 直接上去就是一顿专业马杀机 别说 这大哥当得真舒坦 尽管蒙兰这一英勇事件 庆大庆小更是将蒙兰当成了老大 看蒙兰躺下冲上去就是一顿贴贴 庆大 大哥 快来嘴一个 咱就是说多少有点小流氓 三小只打打闹闹地长大了 蒙兰大哥身份也一去不复返 曾经喊的一条二 现在被庆大庆小联合起来捉弄 即使这样蒙兰也不生气 三小只依然每天腻歪在一起 虽然不是大哥了 但蒙兰依然是团种般的存在 生病疼痛难认识 都是庆大庆小陪伴在身侧 下巴红肿严重 也是庆小为其舔尸伤口 不得不说 蒙兰能找到这么好的兄弟 看熊眼光真是一绝 虽然如今他们不在一起 但相信他们心中都还有彼此的存在 希望他们的熊生能够平安健康 你们还见过哪些有小弟的大熊猫吗